我替姐姐和亲嫁给年过半百的大铲鱼,红面纱揭开,映入眼中的却是一张年轻面庞,脸颊上满是血滴。 我可是大铲鱼的女人,感动我你就死定了。 巧了,我就是铲鱼。 她将我打横抱起,露出个笑来,森森白牙,混着那尚未干涸的鲜血,仿若从地狱里逃出的修罗鬼。 大帐外,火把连天,风带来血的气息。 她抱着我走出帐外,振臂一呼,将我高高抱起,仿佛在炫耀战利品。 我险些跌落,固步地害怕,慌忙抱住她的脖子。 伊猛邪大铲鱼万岁。 万岁? 下面那些人,各个人高马大,挥舞着手里带血的刀刃,喊声震天响。 她叫伊猛邪,刚刚杀死了前任大铲鱼。 我,的的确确是个战利品。 伊猛邪不顾我的挣扎,抱着我就往大帐里走。 她力气很大,扣住我的两只手臂像两道铁钳子,勒得我很痛。 无论我怎么打,她都纹丝不动,身体硬得像石头,没长肉似的。 我想起宫里嬷嬷的话,塞外那些匈奴人,全是野人,如毛饮血,还生吃活人。 营帐里放着一只大木桶,底下架着还架着火,我哪里见过这阵仗,越发吓得厉害。 放开我,你这野人。 脱口而出后,我愣了,伊猛邪眼神垂下来。 野,人。 火焰的光在她眼里跳动,我很怕,吓得浑身发抖。 若不是她抱得紧,我能当场化成水流到地上。 求你不要吃我,我身上没肉,一点都不好吃的,柴德赛亚。 谁告诉你,我会吃人? 宫里人都这么说,你们吃人,活吃。 我望向那桶水,烧得很热,呼啦啦冒着白气。 难不成,她是想弄点文明的吃法,水煮肉片。 伊猛邪寻着我的视线看过去,没发火。 反倒笑了起来,她把我扔进桶里涮了涮,捞出来扔到床上。 我已经吓傻了,伊猛邪打量我一番。 南国女子跟我们北边的是不同,白嫩洁净,像刚出生的羊羔。 我懂,带宰的羔羊。 不不不,看着白,是因为全是肥肉,肥肉不好吃的,腻得慌。 你刚才还说你很柴。 我本就笨嘴捉舌,她这一赌,我更不知能说些什么。 我不争气,哭得伤心极了,求她最后一件事。 你说,先咬脖子,死得快就不那么疼了。 伊猛邪唇脚勾起抹笑。 好啊,答应得很干脆,有好。 我没死。 当晚伊猛邪让我明白了人的另一种吃法。 宫里人没告诉过我的那种。 我望向身侧,她还睡着。 微蒙的天光映照着她的脸,一半光明,一半黑暗。 她长得同所有我见过的人都不一样,鼻梁很高,眉骨也很高,两样连在一起,像我在途中望见的远处的山脊。 她忽然睁开眼,眼眸如鹰。 看够了没? 她早就醒了,知道我在看她。 我脸蹭的一下红得厉害,僵硬地转过头,望着床顶,装作无事发生,按在胸口被褥上的手,微微发抖。 伊猛邪笑出声,单手撑着上身侧卧,手指在我脖子上妈撒。 你是来和亲的公主。 我记得是叫什么猪? 明猪。 我心虚,又重复一次,大家都叫我明猪公主。 明猪,她笑眼望着我,你们的语言真难记。 她笑得满脸无害,跟昨晚那个满脸血还喊着要吃人的修罗鬼,判若两人。 伊猛邪跨下床,赤脚踩在地上,对着窗户伸展了下胳膊。 她的肩很宽,臂长很长,肌肉线条极为紧实。 难怪我打也打不动。 伊猛邪转过身,蹲在我身边。 我还有事,你还睡会儿,晚些我再来看你。 记得多吃点,小猪嘛,多吃多睡才长得快。 她的这个汉语,学得是不是不大好啊? 说完,她亲了亲我的脸颊,笑出一口大白牙,味道还不错。 对于她的点评,我给的回应是拉起被子,把自己埋进去。 老蝉鱼年过半百,出了名的是杀残忍。 对于和亲一事,我心怀死至。 送驾途中一路祈祷,大蝉鱼若不喜欢我,但求给个痛快。 这个半路杀出的伊猛邪,我不知是什么情况。 但她对我没喊打喊杀,甚至看上去不难相处,让我一路忐忑的心暂时安定。 我的前途会不会没想象中那般可怕呢? 我想着想着,眼皮子再次沉重。 昨夜又怕又累,我睡得特别沉,太阳升到最高处才醒来。 醒来后,侍女们来伺候我梳妆,脱去汉家喜福,换上草原上的衣裳。 俄室上的玛瑙珠链碰撞在一起,叮叮当当,绒毛装饰的群长,华丽又漂亮。 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我从没穿过这么贵重的衣裳,除了刚脱下来的那套喜福。 不愧是小猪,真能睡。 恰好此时,伊猛邪掀开门帘进来,盯着我看了会儿,笑竹颜开。 打扮打扮,还是只漂亮的小猪。 我低着头笑笑,不知该如何作答。 是该谢谢他夸我漂亮,还是告诉他,我们那边只有骂人时,才管人家叫猪。 转念一想,伊猛邪可是外国人。 人家草原汉子,学门外语是多么不容易。 况且,我对匈奴语言一窍不通,他比我强多了。 我大汉里一只帮,向来大度,不跟他计较,他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伊猛邪将手里的东西扔在桌上。 再次匆匆离开,他走后,两个侍女无嘴笑,说着我不懂的语言。 你们在笑什么? 我问他们,害怕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这里的规矩,我不太懂。 他俩会说汉话,笑道, 言之别误会,我俩是笑蝉鱼很喜欢您。 他拿起桌上的狐狸,冲我晃晃。 看,蝉鱼亲自打的猎物,还是只白狐狸。 纯白狐狸最难找了。 他今日是多得很,居然还有去空猎狐狸。 另一个侍女也加入八卦队伍。 我们草原男儿,打来的猎物都是送给心爱的女人的。 你听说过依猛邪大蝉鱼送人猎物吗? 从来没有,他那样的人,要不是我今日亲眼看到,我才不信。 俩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让我倍感亲切。 不管是哪里人,大家八卦的热爱如出一辙,尤其是桃色这一块。 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听得我受宠若惊。 依猛邪,很喜欢我吗? 侍女们手里边干活边同我说话,话题全是围绕着依猛邪,整个下午像捣豆子似的,停不下来。 他们对依猛邪又静又怕。 在昨晚以前,依猛邪有另一个称呼,竹猎王。 他是草原上赫赫有名的勇猛战将,战功卓越,年纪轻轻就得以获风。 曾经的老蝉鱼也是草原儿女心中的英雄,可随着年华逝去,老蝉鱼越来越多疑敏感。 总觉着别人要害自己,加上他原本就暴力凶狠的性子,犯下诸多血腥之事。 依猛邪所在的部落也不可避免地眷入漩涡中,父亲也因受到牵连而死。 其他部落亦是如此,内部矛盾击中难返。 依猛邪不堪忍受,筹谋许久,率领其他几大部落起兵谋事。 关于中间那几年,侍女们讲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传闻。 什么老蝉鱼派他去边境处劫掠,兵瓦却不足。 跟西边部落有冲突,让他去征战,情报不准,致使父辈受敌。 只要坑不死,就往死里坑。 依猛邪就这样一边应对鸣枪案件,一边秘密谋划行事。 他们选中的时间,便是公主和亲,到达王庭之日。 人多繁杂,热闹喧哗,他们的人容易隐藏其中,闹出点动静,也不易被察觉。 老蝉鱼死了,他顺理成章,继位为下一任大蝉鱼。 他们的世界没那么多讲究,直白的就像狼群。 老狼王一旦弱势,年轻的狼便扑上去撕咬斗争,能者居之。 依猛邪是那头年轻的狼,凶猛狡猾,还很英俊。 侍女哥哥哥笑起来,想起我在一旁,尴尬又俏皮地吐吐舌头。 咽是别生气,我们只是说说罢了,可不敢有非分之想。 啊,都黄昏了呢,我们得赶紧去准备饭菜。 说吧,两个小姑娘问我喜欢吃什么,继好后就跑去帐外。 嘻嘻哈哈,像两只小鸟,比我们宫里的宫女们活泼多了。 没一会儿,她们端来饭菜,依猛邪也回来了。 侍女退下,帐中只剩依猛邪和我。 我乖巧地走过去替她挂好披风,替她盛好饭菜。 我从前只跟宫女嬷嬷们一同生活过,不知该如何同位高权重之人相处,尤其这人还是异国他乡的大铲鱼。 虽说依猛邪带我态度不错,但从那些兴风血雨的故事,和昨晚初见时的腾腾杀气来看, 我是万万不敢生出半点嗜宠的心思。 怎么不吃,饭菜不合口味? 我摇摇头,笑道,饭菜都很好。 您先吃,我侍奉您吃完再吃,不着急。 等我吃完就都凉了,我们这里东西都凉得特别快,肉冷掉会发腥味。 依猛邪将我一拽,坐到她怀里,往我口里塞了块炙烤牛肉。 自然味很重,香香辣辣,很好吃。 我可是从庆宫大典溜回来的,特意看看我的小猪养得如何了。 你不吃? 嗯。 她的声音低沉浑厚,尤其那个嗯,跟个小钩子似的,听得我头皮发麻。 我爬下来,坐回去,低头认真干饭。 那俩丫头是我让人挑的,会说汉话。 不过性子闹腾了些,她看着我笑。 我家小猪好像不爱讲话。 你觉着她俩吵吗? 我在宫里看得多。 宫女们不讨主子喜欢,被打被杀是家常便饭。 我不知道依猛邪会不会也喜怒无常,草菅人命。 连忙摇头,说他们都很好。 他们都很崇敬蝉鱼,跟我讲了很多你的事,很有趣。 依猛邪饶有兴趣。 比如说,比如说,我不至于傻到说那些血腥事,说你八岁就单杀了一匹狼,特别勇猛。 越传越离谱了,上次听到还是说我十岁杀的。 其实是十四岁,那会儿我个头才长起来。 依猛邪无奈摇摇头,冲我笑下。 照他们这么传下去,假以时日,我就该变成妖怪,像你说的那样,会吃人。 他们还说了什么? 还说今天晨会上,你看上去雄姿鹰发,特别威武。 哦,这倒是事实,毫无夸张。 我扑斥一笑,依猛邪还挺逗。 吃完饭,依猛邪去洗澡,我在旁侍奉,想起仪式,正好趁这个空隙问问他。 我拿来几个下午收拾好的匣子,里面各装着几样珠宝。 按理说,今日一早,我就该去拜见下姐姐们。 只是人生地不熟,又没准备好,怕怠慢了他们。 麻烦蝉鱼帮我看看,这些礼物可还合适。 若是不够,我今晚再重新背下。 听那些侍女说,草原上的姑娘们,十个里有九个仰慕竹猎王。 何况依猛邪现在是大蝉鱼,更是不缺女人。 里多人不怪,我一个汉家女子,在这里得格外懂事,以免被刁难。 姐姐?哪个姐姐? 依猛邪拿起匣子里的金簪瞧瞧,顺手插我头上。 你之前的烟士们啊,先来后道,我该叫他们姐姐。 还是说你们规矩不同,我不能这么叫。 依猛邪把盒子关上,扔到一边,拉着我到桶边。 她身上雾腾腾,水珠沿着机里滑落。 谁告诉你我还有其他烟士? 我看着她,不敢相信。 她没有其他女人。 我父皇三宫后院,热闹得要命。 且不说父皇贵为天子,就长安城里那些王孙公子, 侍妾也是一个赛一个多。 依猛邪起身出来,将我抱起来,颠了颠。 本蝉鱼目前没打算养其他小猪,养你一只就挺麻烦。 听了这话,我又惊又喜,依猛邪竟没有其他厌世。 我昨日才同她相识,倒不是对她情深义重, 只是庆幸自己不用去讨好人。 从前供女们嚼舌根的话,我听了不少,女人间的争风吃醋太疯。 我这样的笨性子,怕应对不来。 她低头,对我笑起来。 吃饱喝足洗了澡,又到了吃小猪的时候。 我脸顿时烫得厉害,不好意思看她, 以后对吃这个字,不敢直视。 嗯,小猪,你的脸好红,昨天是清蒸,今天是烤乳猪吗? 好吧。 也不敢直视清蒸和烤乳猪了。 依猛邪这人,很邪乎。 白天忙得不见踪迹,有时一连几日不见人。 听侍女们说老蝉鱼还有蝉鱼势力, 正值新旧交替之计,又是打仗, 又是整顿军迹,特别忙。 可是只要它出现在我眼前,就丝毫看不出疲惫。 可,总是带着笑,勤奋地跟我研究猪的一百种吃法。 侍女们说,自从我出现, 蝉鱼叶叶歇在我的营帐里, 对我的恩宠传遍了草原。 姑娘们都很羡慕我,对我很好奇。 依猛邪再次来我这里时,我照常侍奉她洗漱。 今日我旧母来了,问起你来。 我才想起,你来这边半月有余,都没出过门。 适不适应这边吗? 比起你们长安,这里是冷了些, 你不爱出门也能理解。 我便说你身子不适,推辞了旧母。 那倒不是,我对这边不熟悉, 怕出门冲撞到别人。 况且,女子成婚了,不宜抛头露面。 为得到蝉鱼允许,我不会出门的。 下次,夫人若是想见我,告诉我就好。 我这身份,本是嫁给老蝉鱼, 莫名其妙跟了依猛邪, 也不知该如何称呼她旧母。 恭敬点称公夫人,总是没错的。 依猛邪皱起眉头。 你们汉人的规矩怎么这般多? 还有什么规矩你一并说给我听? 算了,你不用说了,统统作废。 我们匈奴没这么多讲究, 你想怎样就怎样。 在这里,你是我的烟士, 要冲撞,也是别人冲撞你。 明日我带你出去骑马可好。 好啊,我从没骑过马, 很好奇,接着又说, 可是我不会。 没事,我教你, 我骑得可好了。 我点点头, 很期待明天的第一次出游。 洗完澡后, 依猛邪捅我去床上休息, 却只是侧卧着, 看着我, 没有下一步动作。 我看着她, 一头雾水, 我都习惯了她的不知疲倦。 她好像很纠结, 挣扎一番后跳下床, 再回来时, 手里多了个白玉小盒子。 那什么, 今天跟舅母说起你来, 她骂了我一顿, 说我不知节制, 不知怜惜。 她把盒子塞我手里, 十分显见地露出点不自在的表情。 她给我的药膏, 说你用得着清凉消肿。 救命, 你, 你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呀? 我的脸刷刷爆红, 没脸见人了, 这辈子都不想见她救母。 一猛鞋看我一会儿, 哈哈大笑, 今天这么红, 是炭烤小猪吗? 我推了她一下, 鼓着脸。 一猛鞋拉过我, 扎扎是拾进一口, 去上药吧, 今天不吃你, 明日带你出去玩, 你得好好休息休息。 我爬下床, 躲去屏风后面。 等我回来时, 她挪挪位置, 拍拍自己睡过的地方。 你睡这儿吧, 这里暖和。 我躺下去, 忽然就有点想哭, 觉得他们对我太好。 蝉鱼, 麻烦替我跟夫人说声谢谢, 要很好用。 嗯好, 一猛鞋快睡着了, 转过身揽住我, 磨磨呼呼道, 你应该跟着我叫她舅母, 不要叫夫人。 嗯, 好。 我的声音控制不住地带上了点哭腔, 还好, 她已经睡着了。 四日, 我们起了个大早, 恰逢晴朗, 塞外的秋空, 万里无云, 碧蓝通透, 随着辽阔无垠的荒原, 连绵无尽。 跟我在宫里看到小小天地, 截然不同。 一猛鞋一手牵着马, 一手牵着我, 带我穿梭在无数帐篷间, 引得周围的人们纷纷侧目。 他们好奇地朝我俩观望, 想看又不敢看, 眼神躲躲闪闪。 只有天真的孩子们, 直白地盯着我, 笑得能看到他们缺失的门牙。 我摸摸自己的脸, 小声问一猛鞋, 我脸上有脏东西吗? 一猛鞋笑笑, 跟那些匈奴人打招呼, 告诉我, 你来了半个月, 只听传闻不见人, 他们好奇而已, 没有恶意。 见那些小孩子越聚越多, 一猛鞋捡起颗小石子, 朝他们扔去, 吓得他们一哄而散。 小孩们冲一猛鞋做鬼脸, 嘻嘻哈哈跑个眉影。 小孩子调皮, 吓吓他们, 我看, 他才像个孩子。 我曾对帐外的世界心存恐惧, 我不知道踏出迎帐后, 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可一猛鞋亲自牵着我的手, 让我知道, 这里平淡, 温暖, 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我挽住依猛鞋的手臂, 心底对这个清晨充满感激。 一阵马的丝鸣声响起, 一女子侧马而来, 停在我们面前。 神采奕奕, 秀丽中带着古匈奴姑娘特有的英气。 她横腿下马, 动作洒脱干净。 表哥, 她的眼神盯着依猛鞋, 闪烁出雀跃的光。 木合雅, 好久不见。 木合雅望着依猛鞋的眼神, 写满了一个女子对男子的仰慕。 眼神飘到我这边时, 也很好懂, 你已经死了。 我望着他俩, 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表哥和表妹, 天生是一对。 他来了, 他来了, 属于我的宫斗戏份, 终于骑着马奔来了。 依猛鞋向我介绍, 这是他的表妹, 木合雅公主。 她是汉朝的。 正要介绍我, 木合雅打断她, 白眼翻上天。 汉朝女人, 明珠公主。 不用表哥介绍, 久仰大明。 我早就想过来拜见下咱们这位把大铲鱼勾得魂不守舍的汉朝公主, 可我爹总说外面不太平, 不放我出来, 才拖到现在。 修士词珍长, 一口气讲完, 攻击力满满。 我不知该如何作答, 触木合雅行礼问安。 她哼了一声, 不买账, 只同伊猛邪说话。 表哥, 你一直忙着, 我们好久没痛痛快快策马奔驰。 今日我们来赛马吧,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讲。 木合雅握住她的手, 顺便打落我的手。 我有些尴尬, 要不你俩聊, 我先走。 正要告辞, 伊猛邪却抢先一步开口。 她微微皱眉, 扯出自己的手, 表情严肃。 木合雅, 言之跟你打招呼, 你也该跟她行礼, 越大越不懂规矩。 咪。 木合雅不高兴, 却不敢发作。 伊猛邪严肃起来, 那双眼立刻变得锋利, 不怒而微。 她忍着怒火跟我行礼, 双手敷衍地在胸前交叉下, 立马放下。 我点点头, 对她笑笑。 伊猛邪脸色, 这才和缓了些。 她哼一声, 望着伊猛邪嘟囔。 表哥当了大铲鱼, 架子大得很, 连跟我都要白谱。 我本就是铲鱼, 这不是架子, 是匈奴主人该有的威仪。 你以后也别叫我表哥, 又不是小孩子了, 不像话。 沐河雅忍无可忍, 又气又委屈, 眼泪窝窝。 人家大老远跑过来, 你就这么对我。 表哥表哥表哥, 我就叫, 伊猛邪探口气, 让我往后退退, 自己走到沐河雅旁边。 行了行了, 不就骑个马, 这点小事也要哭要闹, 伊猛邪探口气, 朝他伸出手, 我陪你便是。 沐河雅扶着他的手, 踩凳上马, 拉着缰绳, 居然临下地瞥我一眼, 那叫一个义气风发。 哭闹可耻但有用, 立竿见影。 他高高兴兴, 嘴里说着表哥总是这样, 嘴硬心软, 其实最疼他来云运, 边说边瞄我, 反正就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俩情意深厚呗。 行吧, 我可以撤了, 人家表哥表妹要再续前缘, 今天没我什么事。 待沐河雅坐吻后, 伊猛邪忽然一鞭子抽到马屁股上, 力度之大, 生生抽出条血痕。 倒霉的马痛得疯狂丝鸣,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窜出老远, 空中只鱼下沐河雅公主的尖叫,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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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伊猛邪我恨你, 表哥, 我恨你, 救命啊表哥。 伊猛邪冲着远方挥手告别, 笑得根朵向日葵似的, 看得我目瞪口呆, 没料到, 我的宫斗戏份, 来得快, 取得更快。 伊猛邪直接替我演完了, 我就是个看戏的, 但沐河雅没了影子, 伊猛邪朝我伸出手, 扶我上马, 你, 他。 我还没缓过来, 伊猛邪也太损了, 这么哄人玩, 可, 虽然, 我不得不承认, 挺解气, 但我有些担心沐河雅, 毕竟是个小姑娘, 马跑得那样急, 沐河雅公主会不会有事啊? 伊猛邪翻身上马, 坐在我身后, 将我围绕怀中, 放心, 我等他坐稳, 才抽鞭子的, 沐河雅棋树好得很, 一般的勇士都比不过他, 马跑死了, 他都不会有事, 我忍不住笑出声, 沐河雅公主一看, 就是喜欢你, 你还这样作弄他, 我想想, 或许是伊猛邪心思粗糙, 你看不出他对你有意思吗? 我又不傻, 伊猛邪立刻反驳我, 沐河雅从小就喜欢我, 我跟他说过我对他毫无男女之情, 他就是不听, 再说, 喜欢我的姑娘多了去, 从小我们家就不需要自己酿麻奶酒, 我阿娘说全是姑娘们送给我的, 喝都喝不完, 塞北的风清澈舒爽, 伊猛邪缓缓策马, 跟我聊天, 言语里带着骄傲, 有点不符合他年纪的幼稚, 又有点可爱, 那么多姑娘喜欢你, 你还一味烟饰都没有, 我又不喜欢他们, 姑娘们麻烦死了, 哪有骑马打猎来的快活, 说完这话, 伊猛邪顿了会儿, 我不是说你, 你跟他们不一样, 我, 听到这话, 我的心砰砰跳, 我很普通, 没什么特别的, 伊猛邪笑笑, 告诉我一件事, 他们攻入王庭前一晚, 全军喝酒立室, 吹牛聊天, 谈起和亲的汉朝公主, 汉朝公主, 不知道是什么模样, 大家都很好奇, 不过嘛, 老蝉鱼亲自看上的人, 不好说, 他那人口味杂得很, 后宫上百个烟饰里, 漂亮若天仙, 丑陋赛鬼怪, 什么人都有, 伊猛邪的弟兄们, 知道他对女人兴致不大, 特意嘱咐他, 千万别随手, 杀了那公主, 商量过后决定, 若那公主漂亮, 就赏赐给伊猛邪 麾下最英勇的猛士, 若是长得太难看, 毕竟是个女人, 还是个公主, 长得丑, 已经很可怜了, 就扔回他们汉朝地界去, 全当积德行善, 后来尘埃落定, 伊猛邪进到营帐中, 在一片赤红的喜色里, 走到我面前, 掀开我的面纱, 我望着他, 眼里全是慌乱, 嘴上却硬气, 我可是大铲鱼的女人, 感动我你就死定了, 他听来有趣, 大概是觉得我傻, 连外面发生了叛乱, 都不知道, 还敢胡假胡威, 老蝉鱼的首级, 是伊猛邪亲自砍下的, 就在走进我营帐的前一刻, 巧了, 我就是蝉鱼, 望着台下将士们的欢呼, 再看看怀里的我, 伊猛邪忽然就不想践行诺言, 他转念一想, 自古以来, 老蝉鱼的烟饰, 就该属于下一任蝉鱼, 况且论起勇猛, 整个草原上, 谁能猛过他, 伊猛邪将我抱着炫耀一圈后, 直接又将我扛回营帐, 徒留望眼欲穿的弟兄们, 在风中凌乱, 第二天晨会前, 他们还为此打了一架, 伊猛邪一大早去猎狐狸, 被怨气满满的弟兄们围攻, 他一个单挑, 他们一群, 晨会时, 看着脸上挂彩的弟兄们, 他更得意了, 典型的, 由剑色起意引起的一见钟情, 老蝉鱼其他不行, 眼光倒是好得很, 将你选了来, 也算是他唯一的贡献, 我听了, 心里直发虚, 老蝉鱼看上的人, 其实并不是我, 而是我姐姐, 真正的明珠公主, 姐姐同我长得一模一样, 我们是一对双生子, 命运却从出生那刻起, 便天差地蝶, 母后怀有身孕时, 肚子齐大, 一看便是怀了双生子, 父皇请来道士算命, 道士算完后, 恭贺父皇母后, 此次是龙凤胎, 为我大汉之福, 整个宫里喜气洋洋, 尤其是父皇母后, 父皇甚至为此大赦天下, 到了那天, 姐姐先出生, 非常顺利, 但我就没那么幸运, 生下姐姐后, 母后又受了一天一夜的折磨, 才剩下我, 一生顺遂优雅如她, 因我的出生, 受尽了折磨, 身体也落下病根, 她再也无法生育了, 若能诞下大汉未来的太子, 这么拼, 倒也值得, 等我生出来后, 众人一看, 却依旧是个女孩, 我个子比姐姐大了一圈, 难怪会导致母后难产, 母后躺在床上, 掩掩一息, 太医们束手无策, 父皇急命那个道士进宫, 道士算命, 说我天生房人, 克父母夫君, 克兄弟姐妹, 克子女儿孙, 肚子里那个男胎, 是被我活生生夺走了性命, 我和姐姐全然不同的命徒, 由此开启, 她是父皇母后的掌上明珠, 是整个大汉最尊贵的公主, 锦衣玉石, 受尽宠爱, 而我, 叫小燕, 倒是给取的名, 说取个弱小的名字, 杀杀杀气, 只有一个嬷嬷贴身伺候我, 她也是我的奶妈, 整个宫里, 只有她会叫我小燕, 其他人提及我, 都称我为那位或那个谁, 因为我是不祥之人, 属于宫中禁语, 我被安置在宫里最偏僻的一座小院里, 未经允许不得踏出半步, 小院的墙里墙外, 贴着各种黄底红字的符咒, 用来镇压我的煞气, 该死的倒是, 我恨她一辈子, 我曾经这么想, 后来人人都说我命里待杀, 受得搓磨多了, 连我自己都对此深信不疑, 或许这当真就是我的命, 怨不得别人, 我第一次被称为公主, 是在父皇母后决定让我替姐出嫁之时, 匈奴日益猖獗, 大汉招架不住, 处处受到钳制, 老善于去长安, 说是一事, 实则为耀武扬威, 要求大汉增加对匈奴的供奉, 好巧不巧, 老谄于看到了在御花园里踢剑子的明珠公主, 绝世容颜, 鲜艳明媚, 惊鸿一面, 老谄于指定, 就要她, 娶个角色美人, 享受美人恩, 美人还是皇帝最心爱, 整个大汉最尊贵的公主, 简直是对这个国家最好的羞辱, 世间没有比这更痛快的事, 母后哭得肝肠寸断, 绝不允许姐姐去和亲, 他们终于想起了我, 父皇母后觉得, 这是他们当初没直接杀掉我带来的福报, 上天出于对他们慈悲心的感动, 终于让我这个丧门星有了去处, 我顶替姐姐, 成了明珠公主, 我就这么匆匆出嫁, 宫里为我准备了华福珠宝, 因为这些代表大汉的颜面, 但从没人叫我如何侍奉蝉鱼, 如何在复杂的王庭中明哲保身, 关于塞外那个遥远世界的一切, 我全靠道听途说, 一个前去送死的妻子罢了, 没有人在乎她是否会害怕, 丧门星嫁出塞外, 房人克夫算什么, 最好客死那老东西, 老蝉鱼真的死了, 横死在娶我的那个夜晚, 你在想什么? 依猛邪的话将我从回忆中拉出, 我摇摇头, 靠在她怀里, 她的怀抱很温暖, 笑意自她胸膛中漫出, 远处出现一汪碧水, 在湛蓝的天空下恍若稀释美誉, 依猛邪扶我下马, 让我在小坡上坐着歇息, 她拿出水袋, 去取泉水, 自己喝个饱, 又灌了一袋, 递给我喝, 这里的泉水最为干裂, 尝尝, 我接过, 当真很甜, 我从未喝过这么轻烈的水, 依猛邪坐在我身旁, 指着无边无际, 荒芜的草地, 现在快入冬了, 到处光秃秃, 不好看, 等来年夏天, 这里漫山遍野都盛开着金莲花, 特别美, 你们汉朝可没有这种花, 到时候, 我再带你来看花, 我笑着点头, 仿佛眼前荒芜的大地上, 金莲花已盛开, 依猛邪跟我说了很多话, 说草原上的人们如何逐水草而居, 战争的厮杀如何残酷, 他以后想让汉兄关系和缓下来, 让匈奴人民过上太平的生活, 侍女们说他心怀天下, 雄才大略, 很对, 但有些也不对, 依猛邪并不可怕, 厮杀只是他的手段, 不是目的, 他的骨子里流淌着温柔和悲悯, 我相信他会是个出色的君王, 他望着远方, 这是他的天下, 他的江山, 我望着他, 草原上的姑娘, 怎么能不喜欢他呢, 木合雅怎能不为他如痴如醉呢, 我的心告诉我, 依猛邪就是这么令人心动, 我们回去时, 依猛邪见我适应了骑马, 便快马加鞭, 让我体验了一把飞驰的感觉, 说来也神奇, 我从未骑过马, 胆子也小, 但有他在, 我一点都不怕, 反而有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好像我当真变成了会飞的燕子, 回到营帐时, 一堆大臣堵在我们营帐门口, 等着依猛邪义时, 他们看向我的眼神, 写着四个字, 红颜祸水, 我抢了他们大单于一上午, 让他抛下正物陪我游山玩水, 罪孽深重, 正好到饭点, 依猛邪不理会他们, 陪我吃完午饭, 才去忙他的事。 他走后, 我无事可做, 便让侍女去厨房拿些材料过来, 我想做些糕点, 依猛邪回来时可以尝尝。 刚坐好, 听到帐外一阵喧哗, 木合雅公主闯进来, 侍女们直说拦不住。 木合雅一脸怒火, 两眼通红, 显然是哭过。 她乌黑的长发上, 沾满了草屑, 漂亮的衣裳, 也撕开了一道道口子, 满身狼狈。 我平退侍女, 请木合雅坐下说话。 你少跟我装好人, 从前表哥从未这般对我, 定是你指使他这么做的。 我打来热水, 将浸的温热的手帕递给他。 公主先擦擦脸吧。 她扔到一旁, 我重新弄条干净地递给他。 若是蝉鱼忽然进来, 看到你这样, 你会难过吧? 她接过毛巾, 擦着擦着就哭起来, 诉说着自己对依猛邪多年的爱恋, 以及对我夺其所爱的恨意。 我静静听着, 拿过梳子, 替他梳掉发上草屑。 她瞧见桌上的糕点, 拿起来吃, 兴许是觉着味道新奇, 接连吃了好多块。 边哭,边吃,边打嗝。 看着可怜又滑稽, 更多的是可爱, 带着少女的娇俏。 吃饱喝足, 木合雅也哭得差不多了。 她平静了许多。 你别以为小恩小惠能收买本公主, 这笔仇我记着。 我问她, 如果没有我, 蝉鱼就一定会娶你吗? 你当真有这份信心? 木合雅不说话, 眼睛再次泛红。 其实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找我发泄, 不过是安慰自己。 蝉鱼那样的性子, 谁能左右得了? 她若想要你, 我没本事阻拦。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让我知难而退? 不, 我只是钦佩公主, 你的敢爱敢恨, 不想看到你难过。 况且人生苦短, 我希望公主解脱出来, 早日找到真正珍惜你的人, 获得快乐。 你不要以为你这样说, 我就会放弃。 我笑笑, 拿出之前准备的首饰盒, 递给木合雅。 蝉鱼这样的当事英豪, 注定不会只属于我一个人。 这个礼物, 是我准备给其他烟饰的, 公主若是喜欢, 我现在就送给你, 以表诚意。 木合雅很喜欢这些首饰, 我替她戴上。 输着输着, 她就哭了, 捂着自己的双眼流泪。 我其实知道的, 从前表哥没有其他女人, 我总安慰自己, 大家都一样, 她谁都不喜欢。 相比而言, 其他女人表哥理都不理, 唯独对我还亲近点, 我总觉得自己是特殊的。 你一来, 她就全变了, 我都是知道的。 木合雅的啰泣变为嚎啕大哭, 我拍拍她的背。 哭出来就好了。 我求天败地, 求不来一丁点父母的怜爱, 他们只爱姐姐。 木合雅求不来依猛邪的爱, 她却爱着我, 虽然我不知道这份爱能持续多久。 我比谁都清楚, 有时候, 爱是多么无解的奢求。 可是父母的爱只有那一份。 男人的爱, 至少还能有下一个。 公主, 你以后一会遇到更好的人, 我会吗? 可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她更好的人。 一定会的, 只是时间未到, 我相信那个人也在寻找你。 再怎么样, 我这么倒霉的公主都能意外遇见幸运, 木合雅公主总不会比我差。 说这句话, 伊猛邪恰好出现在帐门外, 朝我看来。 木合雅见她进来, 恶狠狠哼一声, 起身拔腿就走。 伊猛邪看到木合雅头上的首饰, 凑到我身旁。 她来抢你的东西, 这些是你的嫁妆, 自己收好。 木合雅从小就霸道, 喜欢什么或闹或抢, 你别惯着她, 省得她日后总来欺负你。 这丫头骗子再来, 你就告诉我, 我收拾她。 我听得好笑, 我在你心里就这么好欺负。 伊猛邪看着我, 当然, 你这么柔弱, 木合雅一拳能打十个你。 我乐得不行, 她没有欺负我, 是我欺负了她。 公主她是个很真性情的人, 并不坏。 你只是从未好好了解过她。 我为何要了解她? 伊猛邪用种一言难尽的眼神盯着我看, 好一会儿才发表结论。 你太天真了。 你是不知道我爹后宫里那些女人做的事有多可怕。 她回忆了下, 皱起眉头, 你这个样子, 我若有其他烟饰, 你会被吃得骨头都不剩。 我拿起块糕点, 堵住她的嘴。 她嚼了嚼, 点头赞赏。 你不是去议事吗? 怎么这么早便回来了? 还没到饭点? 侍女跑去找我, 说木合衙闯来找你, 怒火冲冲, 拦都拦不住。 我担心自己的猪被揍, 来看看。 这块糕好吃, 从没吃过的味道。 我笑个不停, 又拿几盘糕点和一壶清茶过来。 既然回来了, 多吃几块, 喝杯清茶润喉。 亦是辛苦, 我做了很多糕点, 铲鱼可带去分给大臣们同吃。 他们又不是没有老婆, 依猛鞋摆摆手。 他们老婆比我多, 我才只有你一个。 要吃让自己老婆做去。 依猛鞋喝口茶, 我拿出手帕, 替他擦擦嘴角。 他忽然低头, 扣住我的后颈, 亲了好一会儿。 他走后, 还残留着高的清甜, 茶的芳香。 依猛鞋待我很好。 忙过那阵后, 他举办了盛大的继位典礼, 正式登基为新缠鱼。 同时, 也是我的丰厚大典。 我再也不是那个被他捡回去, 无名无分的老柴鱼遗双了。 他正式迎娶我为匈奴燕士, 让我成为匈奴最尊贵的女人。 依猛鞋依旧一有空, 就带我出去玩。 秋季处处荒芜, 他就带我去看金灿灿的银杏林。 经过其貌不扬的一片草地时, 他会告诉我那些是半日花, 我用的胭脂就是用它做成的。 跟它在一起, 连荒原也变得无比有趣。 他走过我心中的荒原, 种下一朵朵盛放的花。 快乐戛然而止于 大雪纷纷的一天。 他带我去打猎, 途中遇刺。 刺客是老铲鱼的残部, 他们不像依猛鞋投降, 飘铃流窜, 抱着必死之心来寻仇。 伊猛邪本可以应付, 却为了救我而分心。 援军来得及时, 残部被消灭了。 可伊猛邪受伤了, 伤在腹部, 凶险万分。 我就记得白茫茫的雪地上, 刺目的鲜红, 全是他的血。 将领们看向我的眼神, 充满了恨意, 说伊猛邪从未受过这么重的伤。 我站在蝉鱼营帐外, 不敢进去。 天生房人, 克父母, 克夫君, 克兄弟姐妹, 克子女儿孙。 道师的话在我脑海中 一次又一次响起, 还有宫里无数的指指点点, 甚至老馋鱼的死去, 一个接一个在我脑子中回响。 我往外走, 木合牙赶来, 正好跟我撞个满怀。 听说表哥受了重伤, 你不去照顾他, 是要跑去哪儿。 公主, 你好好照顾他。 说完, 我失魂落魄地 往自己营帐走去, 隐隐约约听到木合牙 骂我无情无义。 回到营帐, 我想起嬷嬷给我的金疮药, 翻箱倒柜找了出来, 拿着药跑去医猛鞋那边。 我在门口不敢进去, 冲木合牙招手。 干嘛? 他没好气, 我把药塞给他。 这是宫里的药, 千金难求, 务必给他用上, 求求你。 我, 我爱他, 我跟你一样爱他。 我忍不住哭起来, 或许是我哭得太伤心, 木合牙没再骂我, 将要拿了过去。 回到营帐中, 我跪在地上祈求上天。 若当真要锁命, 就来锁我的命, 不要伤害无辜的人, 不要伤害我爱的人。 曾经我最讨厌院墙上那些黄底红字的符咒, 它们让我看起来像个怪物。 现在, 我最想得到那些符咒, 将它们贴遍我的全身。 依猛鞋睁开眼后, 第一句话便问, 胭脂呢? 她在哪儿? 受伤了吗? 舅舅赤日王一直守着她, 见她这模样, 气不打一处来, 想直接说那女人死了, 却又不敢刺激她。 她好得很。 你伤得这么重, 她一次都没来看你, 你念叨她做什么? 汉家女子到底不跟咱们一条心? 她在哪儿? 我没亲眼看到, 不放心。 依猛鞋没理她, 自顾自问, 把赤日王嗷得差点发狂。 还能去哪儿? 在她帐篷里好吃好喝待着? 依猛鞋捂着腹部下床, 拦都拦不住。 她出现在门口时, 我以为是做梦。 六天了, 整整六天。 每过一天, 我就在自己手腕上 滑到浅浅的口子, 只有这样做, 仿佛心里的痛才能减轻些。 若依猛鞋醒不来, 我就彻底滑下去, 一命抵一命。 我俩迎面而立, 她在门口, 我在帐内。 生死之间走一遭, 恍若隔世。 看着她憔悴的面旁, 我的眼泪瞬间掉下来, 停不住, 身子却被动分毫, 不敢靠近她。 依猛鞋长腿一伸, 大不留心而来, 将我搂入怀中。 我不停做梦, 梦到我的小猪不好好吃饭, 恶瘦了, 她看看我, 带着笑意, 当真瘦了。 还好, 我回来了。 我没心思搭理她的逗趣, 哭得越发厉害, 磨磨呼呼喊着对不起。 她低头吻我, 我再是忍不住, 搂住她的脖子吻回去。 磕磕, 我俩闻声停下, 寻声看去。 赤日王, 舅妈, 木合雅等一群人全堵在大帐门口, 看着我们, 表情精彩。 我想去死一死。 依猛鞋被几个大汉抬走, 木合雅走进帐篷, 说, 在她心里, 依猛鞋一直是个顶天立地, 成熟稳重的草原好汉。 依猛鞋母亲很早就病逝了, 后来一夜之间, 父亲惨死, 家族凌落, 她临危不乱。 一个人挑起大梁, 带领部落隐忍前行。 那年, 表哥才十七岁, 木合雅眼里充满钦佩, 继而一变。 可今日看来, 哼, 她竟也是如此儿女情长, 跟追求我的那些幼稚小伙子一个样。 我从她眼里看出些嫌弃, 这我可就不高兴了。 我同木合雅争辩起来, 人家依猛鞋明明是铁汉柔情, 是个外刚内柔的大可爱。 木合雅打个寒战, 受不了受不了, 我要吐了。 有本事, 你去蝉鱼面前说这话。 木合雅哼一声, 拿起马鞭, 说要骑马去大草原上吐个垢。 她背对我, 逆光站着, 好像在下定决心般。 我的胭脂表嫂, 以后可要好好同蝉与表哥走下去。 木合雅回头, 忘了我一会儿, 绽放出笑容。 她真的, 好爱你呀。 说吧, 木合雅朝外走去, 策马潇洒而去。 我心中明白, 她是故意同我争吵, 用她的方式让我放心, 她已放下一猛鞋, 不会同我争抢。 这个善良名利的好姑娘, 我相信, 一定遇到一个 满心满眼都是她的好男儿。 春天来临, 草原渐渐复苏, 我的心却在冬日的冰凉中越沉越深。 王婷逐渐有流言兴起, 说自从汉朝公主来了, 依猛鞋就沉迷美色, 从前战神般的人物, 差点就此陨落。 在联系上, 老善于此再娶我那晚的事。 越穿越邪乎, 说我是狐妖转世, 灾星下凡, 什么都有。 旧母也不时旁敲侧击, 打听我是否有身孕。 春光里, 我们走过辽阔的牧场, 风吹草低陷牛羊。 夏日时, 依猛鞋依照去年所言, 带我去泉水那边游玩。 金莲花铺满了美一处, 灿若霞光, 美得不似人间。 转眼又来到秋天, 我同伊猛鞋成婚一年了, 我依旧没有身孕。 其实, 我心底有些庆幸, 如果我注定命中客人, 没有孩子总好过连累伊猛鞋。 他牵着我的手, 缓缓走在银杏林中, 缠鱼再娶几位烟士吧。 我, 我看着他, 心里难过, 却笑着, 真心实意劝他, 我怕是很难有孩子。 你该有子嗣了, 匈奴也需要继承人。 你是在怪我不够努力? 嗯, 他言笑艳艳, 别说玩笑话打岔, 我是认真的。 伊猛斜脸笑, 是舅母又在逼问你, 我等会儿就让他回部落去, 别来王庭了。 舅母没逼我, 他只是好意, 替你操心。 反正这话不准再提, 伊猛斜不再说话, 策马带我回家。 回到王庭, 祭台上, 一个打扮怪异的男人 在上面跳来蹦去, 手里拿着羽毛和波浪鼓, 嘴里念念有词。 赤日王说, 他是匈奴最灵的巫师, 是上天的使者, 特意请来替我算命驱邪。 伊猛斜沉着脸坐到王位上, 看着台上的巫师上蹿下跳。 我走到台上, 望着台下数不清的面孔, 绝望又害怕, 想起小时候最可怕的回忆。 我跌倒在地, 头痛欲裂。 巫师念念有词, 围着我转来转去, 说我灾心转世, 视为不祥, 要用血肉祭祀上天方可求得原谅, 解除诅咒。 伊猛斜的脸沉得能滴下水, 他挤不腾到台上, 举起巫师, 猛一下摔地上, 骨头咔嚓响。 我从未见过如此盛怒的他, 伊猛斜拽住那巫师头发, 表情很利。 你这么会算, 怎么没算算自己的命? 怎么没算算,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你说, 胭脂命硬, 我爹娘也早死了, 是不是本铲鱼的命也太硬? 得拿自己祭天啊。 你说啊。 巫师吓得瑟瑟发抖, 牙齿打颤。 未等巫师辩驳, 伊猛斜便抽出长刀, 一刀砍去巫师的脑袋。 血流满地, 无稽之谈。 伊猛斜毫不在意, 拿出帕子将刀上的血迹擦净。 他将我扶起来, 冲着台下喊话。 匈奴子民听着, 燕之到来那日, 本禅于替天行道, 顺利推翻暴君。 真要论起来, 那也是燕士给我们带来了幸运。 我伊猛邪早已是丧父丧母的孤家寡人, 论起命, 我的命才最硬, 谁都别想克我。 他瞥一眼, 地上分为两节的巫师。 巫师既然这么灵, 今日就拿他祭天, 相信上天能听到他的祷告。 从今以后, 谁再敢胡说八道, 就拿自己来生计。 既然这么关心匈奴命运, 就实实在在为我匈奴做点贡献。 说吧, 他拉着我的手离开, 头也不回。 回到帐中, 我心中沉重。 蝉鱼, 我不想你为了我变成一个暴君。 这么做, 会失去民心。 伊猛邪冷笑。 这般愚昧的民心, 不要也罢。 坑蒙拐骗, 也不挑挑对象, 他自己找死。 况且, 我杀过的人数都数不清, 不缺这一个。 之前是我太纵容他们, 私底下说说便罢, 还敢在我面前放肆, 早就该杀鸡儆猴了。 他将我搂在怀里安慰。 你不要怕, 以后没人敢非议你。 我们尚且年轻, 孩子也会有, 别急。 生不出孩子也无所谓, 匈奴那么多孩子都是我们的子民, 以后挑些给你养。 有我在, 你什么都不用怕, 是啊, 有他在, 我什么都不怕。 关于我的流言, 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家对我越发恭敬起来, 他们彻底明白了, 我是伊猛邪的逆临。 伊猛邪说, 这叫畏微不畏德, 但更多的时候, 他还是以德服人居多, 并不经常动用暴力。 在伊猛邪的统治下, 汉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过的和缓。 他却说, 是我的和亲为两国带来了和平, 他总是很会逗我开心。 岁末之时, 伊猛邪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汉朝派来使者, 圣邀伊猛邪大禅于前去庆贺汉兄间的和平。 舅舅说, 你是汉朝最受宠的公主, 你出来这么久, 肯定很想念父母。 如今, 你是我匈奴燕士, 是汉兄两国的功臣, 我们一起去长安。 穆河雅和舅舅赤日王等人都一同富汉, 大家都很高兴, 尤其是穆河雅, 他没去过长安, 很想见识下, 长安是不是像传说中那么热闹繁华。 一路上, 只有我心不在焉。 不安的情绪袭上心头, 我总觉得有事要发生。 我该怎么告诉伊猛邪, 其实我的父母以为, 我出嫁后命不久矣, 没料到我能活这么久, 更没料到之后的种种变数。 也许, 他们并不想见我。 到达长安那天, 恰逢元宵节, 伊猛邪让我帮他穿上汉服, 说是要带我出去玩。 我替他穿好衣裳, 盘好发际, 整个人焕然一新, 不变的, 是他挺拔如松的身形, 以及眉宇间永不消散的英雄气概。 哪怕身着宽袍阔秀, 也挡不住那股英气。 我也换上一套汉家装束, 他望着我, 很漂亮, 和初见你时一样漂亮。 我们走在街头, 像一对寻常人家的夫妻, 我唤他夫君, 他称我娘子, 花式灯如皱。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长安城的繁华与热闹。 和亲前, 我的所有年华, 都在宫里度过, 在那座监狱一般的小院。 老百姓们熙熙攘攘, 都围在皇宫下面, 我们也去凑热闹。 城楼上, 一对华贵无双的男女 在上面挥手致意, 向下边撒铜板, 银叶子和油纸包着的耳饼。 依猛邪不熟悉这些习俗, 问我, 他们在做什么? 是皇上和皇后, 他们每年元宵, 都会与民同乐。 那也就是你的父母。 你为何称他们为皇上皇后? 我随口编了个理由, 因为我嫁给了你, 从此以后就是匈奴人, 得随着你去称呼。 我望着那对夫妇, 我的父皇, 我的母后。 自出生后, 我就被养在小院中。 我知道我的父母 是整座宫里最尊贵的人, 但从未见过他们。 十岁那年, 父皇的生日, 我费尽心思躲开嬷嬷和守卫们, 跑去最热闹的大殿。 我刚学会刺绣, 做了个平安符, 想送给父皇。 当我出现在大殿上那一刻, 所有目光凝聚在我身上, 所有人像看到鬼怪般惊恶。 大殿上的男人神情厌恶, 旁边的女人随意抓了个竹台, 朝我砸来。 女人怀里抱着个小女孩, 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打扮却云泥之别。 她满身锦绣, 像个小仙童。 我穿着宫女衣裳, 袖口破旧。 父皇和母后大怒, 要处死小院里所有奴才, 责怪他们看守不利, 才会让我逃出来。 守卫和丫鬟们都被处死了。 我苦苦哀求他们放过嬷嬷, 我从小由嬷嬷补育照顾, 她是我整个宫里唯一的温暖。 晴空忽然下其雨, 我跪在父皇和母后的寝宫外磕头。 父皇、母后, 一切都是女儿的错, 求你们饶嬷嬷一命。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没有人理我。 寝宫里温暖明亮, 一家人其乐融融, 不时飘来饭菜的香味。 我不知自己磕了多少个头, 喊了多少句饶命。 就记得, 血水混着雨水, 躺了满地, 我的头又痛又昏。 一道惊雷劈过, 我服如心智, 高声大喊, 皇上、皇后娘娘, 一切都是我的错, 求您饶嬷嬷一命。 门开了, 母后走了出来, 恍若神仙妃子。 这个美丽的女人, 冷冷望着我, 让我从此不准, 踏出小院半步。 嬷嬷的命保住了, 我千恩万谢, 从此再没称她们为父皇母后。 小猪, 你怎么流泪了? 依猛邪指尖划过我的脸庞。 我最近新学了个词, 敬相情窃, 所以你才哭了吗? 我点点头, 又摇摇头, 太幸福的时候, 也是会流泪的。 我透过朦胧的泪水, 望着依猛邪。 夫君, 和你在一起,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依猛邪揽过我的肩, 说, 她亦是如此。 依猛邪邪我入宫, 汉家礼仪极其周到, 父皇和母后笑意盈盈。 人生里头一次, 父皇和母后对我笑了, 一口一个我们明珠。 他们还特意安排了许多贵胄子弟 陪依猛邪姐们, 骑马射箭, 五刀弄箭。 依猛邪玩得很起性, 力压那些公子王孙, 甚至在诗词歌赋上, 也不露怯。 她有空时会让汉语先生教她, 经常让我陪着学。 活动结束, 她满脸汗珠, 凑到我跟前。 我拿出帕子, 为她擦拭。 她眉里眼尖, 全是笑意。 夜里我们要回驿馆, 母后说, 私女心切, 让我留在宫中陪她一夜。 何情何礼。 依猛邪约好, 明日再来接我。 她离开了。 花丛后, 似乎有道目光传来, 我心中的不安越发强烈。 我回头, 明珠在花丛后, 眼神直勾勾望着我。 她冰了一会儿, 转身离开。 母后看着我, 眼里的温度逐渐散去。 她命人将我押去了那个小院里。 明珠在院子里, 衣着滑贵, 眉眼间尽显高贵娇金。 我俩长得一模一样, 却不难辨认。 当初和亲, 老蝉鱼见过明珠, 我很害怕被认出来。 明珠受尽宠爱, 眼神明媚, 性格活泼。 我则眉目忧愁愁, 用宫女们的话说, 长了张不讨喜的脸。 所有人都这么说。 所以即使我们顶着同一张脸, 我也从未觉着, 我急得上她半分。 明珠冷笑, 你这么个冒牌货, 竟能得到如此宠爱。 也不知是你演得好, 还是依猛邪没眼光。 我不知自己何时得罪过明珠, 这一切不都是他们自己的安排吗? 我只是他们的工具, 一切听从指示。 明珠瞪了我一眼, 离开了。 母后告诉我, 当初不知会如此发展, 以为嫁给老蝉鱼会凶险万分。 方才明珠暗中看到依猛邪, 对她一见倾心, 而且如今汉兄友好, 也不再忧虑和亲公主的安全问题。 明珠生性高傲, 我们安排的亲事, 她全看不上, 天天瞧上依猛邪, 说自己要当匈奴王后, 谁都劝不动。 母后抱怨的话里, 带着无限宠溺。 她天生高贵, 明媚鲜艳, 谁见了都喜欢。 依猛邪既然喜欢你, 必定会更加喜欢她。 小燕, 在外苦寒, 这次回来, 你就不必再去了。 她命人脱下我的烟饰衣上, 转身离开。 冷冷的冬, 我一身素衣, 缩在墙角坐了一夜, 终是笑出声来。 依猛邪能认出来吗? 又或者, 她认出来了, 发现这个明珠更好。 她不会眉间寒愁, 不会动不动就哭哭啼啼, 更没有那缠绕一生的诅咒。 她才是大汉最美的国色天香, 注定与繁华幸福为伴。 此日清晨, 母后又来了。 带来了一壶酒, 说, 依猛邪已经带明珠出宫了。 她决定送我一程, 免得节外生枝。 还说, 父皇身体不好, 年纪大了, 经不起我课。 我还能说什么呢? 自己不体面, 她就会帮我体面。 我叹口气, 我这短短的二十载年华, 过得还算不错。 父皇和母后只是无视我, 厌弃我罢了。 至少他们没残害我, 让我吃饱穿暖了。 如今, 我把这条命还给他们。 和亲的悲伤命运, 也因遇到依猛邪而改邪, 她让我知道, 什么是爱与关怀, 虽然只有短暂的一年时光。 够了, 够了, 连这一年, 都是我从明珠那里偷来的呀。 依猛邪会像爱我一样爱她吗? 会带她去看金莲花, 喝干烈的泉水吗? 会跟她说许许多多动听的情话吗? 一见钟情, 见色起意。 我们有着一模一样的脸。 我早说过, 我不是特别的。 皇后娘娘, 我死后, 请您将我的墓碑朝向北方。 清肿黄昏路, 我也好找对家的方向。 大汉不是我的家, 这里容不下我。 她答应了, 说完了, 就上路吧。 我举起酒杯, 看着杯中雾, 心底其实还有不可明说的一个愿望。 愿, 夫君依猛邪, 碎碎平安, 遇难成祥, 永远是草原上最明亮的太阳。 我正要喝毒酒, 一个侍卫突然窜进来。 一掌打翻酒杯, 我疑惑望他, 小兄弟胆子真大。 母后正要发怒, 侍卫急忙禀报, 依猛邪带着匈奴军闯入宫内, 正跟皇上在大殿对峙。 母后大骂, 废物, 这么多禁军精兵, 还拦不住他们。 侍卫急得快哭了, 依猛邪的刀架在明珠公主脖子上, 一路挟持进宫的。 她说, 咱们心怀不轨, 绑架了她的恶事。 娘娘, 您别说了, 赶紧跟我走。 再耽误, 微臣怕出事啊。 母后扯着我就往大殿跑。 依猛邪怒火中烧, 质问皇帝暗中换成赝品, 适合居心。 明珠听到这话, 气得破口大骂。 我说了, 她是赝品, 我才是真正的明珠。 让我冒充那个桑门星, 她配吗? 你闭嘴。 依猛邪被明珠吵得头疼, 忍无可忍, 扯过下身边士兵的衣角, 塞进明珠嘴里。 再不把烟饰还给我, 我就杀了她。 依猛邪的刀划破明珠细腻的脖子, 渗出一条血线, 痛得明珠直呜呜。 你住手。 感动她, 你们今天都别想活着出去。 父皇担心明珠, 急得大叫威胁。 依猛邪一个眼神, 匈奴军纷纷拔刀。 她一脚将明珠踹到赤日王那边, 赤日王会议, 抓住明珠锁喉。 下一秒, 依猛邪的刀就架在了父皇脖子上。 我们匈奴人从不怕死, 今日我要不回烟室, 就血洗皇宫, 杀一个赚一个。 你放心, 我保证你一定死在我前面。 父皇何曾见过这阵仗, 吓得瑟瑟发抖, 劝依猛邪冷静一下, 万事好商量。 我跟母后赶到, 母后陪笑, 说明珠自小顽劣, 因为仰慕大铲鱼, 才做出这种事, 着实没安坏心。 她扯过我来, 让依猛邪放了父皇。 你先放人。 可, 依猛邪刀更近了点, 你没资格讨价还价, 大不了今日大家一个都别活。 母后示意我过去。 我朝依猛邪走去, 等到了她控制的区域, 立刻跑到她身后。 她挟持着父皇, 跟匈奴军往宫外退去, 命令所有人上马。 穆河亚拉着我上马, 带我先行离开。 依猛邪直接将父皇拎上马, 迟日王也带上明珠, 等出了城, 才将二人扔下, 率领部下迅速离开。 很快, 她追上我, 直接将我从穆河亚的马上 截了过来, 放在她身前, 飞奔而去。 你什么时候认出姐姐的? 一见面就感觉不对劲, 但的确是这个人这张脸。 依猛邪同明珠刚说几句话, 压根还没盘问, 明珠自己就什么都说了, 洋洋得意, 自恃甚高。 明珠觉得, 自己肯跟着依猛邪出赛, 是她莫大的荣幸, 也是匈奴的荣耀。 她还把我从前的事全道出来, 一口一个桑门星背剑。 反正没一句依猛邪爱听的, 气得她满肚子火。 真没想到, 你这张脸, 有朝一日也能这么烦人。 那个明珠, 真是锅躁赛蝉, 蠢顿如珠。 要不是赶时间, 我非打她一顿不可。 我听着不对劲, 你知道珠是骂人的。 啊, 这个, 那你还叫我小猪? 我从前觉着你可爱, 连带着小猪也可爱嘛。 以后不叫了, 猪什么的, 最讨厌了, 以后改养小燕儿。 她浮在我耳边, 原来我的烟饰不是小猪, 是小燕。 我哼一声, 反正就不能是个人。 小燕儿多可爱, 她想想又倒, 不过, 还是大燕更适合万丈苍穹。 虽说大燕会南非, 但北方才是她真正的家。 以后你就改名燕回, 你觉着如何? 嗯, 还行吧, 其实我很喜欢。 燕回, 依猛邪换我名字, 嗓音沉稳地令人心安。 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 别人说过什么, 在我心里, 你都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 无论何种境地, 我都会坚定地选你。 你是我唯一的胭脂。 我鼻尖酸涩, 依偎在依猛邪怀中, 久久不语。 落日黄昏下, 归艳入胡天。 故国是她乡, 无边塞外, 才是我余生的归处。 因为有她在。